大家好,我是阿雅 今天做快手鸡蛋羹 照着我的方法做你也能行 碗里打上三颗鸡蛋 加上半勺盐搅散 加220毫升20度的温水 再次搅散 蛋液过筛,蛋羹会更加完美 盖上保鲜膜,上面戳几个小洞 水开上锅蒸6分钟 打开保鲜膜 加上虾仁和西兰花 再蒸4分钟 出锅啦 嫩滑无比,入口即化 赶快试试吧